美国最好的东西是这个。但是,你永远带不回来。 关于作者 孙颖 2004-2007年就读美国Sea Akers University传媒专业硕士研究生。2007-2009在美撰写,美国传媒人的法律读本一书。 2009年回国后任南方都市报,凤凰网记者,转载自西洋参考I Westbound,在美国待过四年半。 有人问我,如果你可以带一样东西回中国,你会带什么?我想都不用想,当然是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。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真是太,好,用,了。 遍及全美所有社区。不需要一分钱花费。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,由作者提供。公共图书馆有多方便。 很多去过纽约的旅客,都去过曼哈顿中心的图书馆。非常庞大精美。 但其实在纽约这样移民数目庞大的城市。社区公共图书馆的质量会稍微差一些,书本经常有破损。 整个系统还是很方便,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分支。你可以免费借到任何你想要的书。在任何一个你最方便的地点归还。 后来我住在西雅图。那公共图书馆的质量,真是让读书人泪流满面。每个社区都有。环境好到爆棚,我可以经常坐在非常舒服的沙发上。 面对超大落地玻璃。窗外是潺潺小溪,苍翠树木。而且这样的好位置,根本不用抢。随时都有。那时我每个周末都选一个之前没去过的社区图书馆。 一个一个去看。每次都觉得,有这样的图书馆真幸福。几乎全美任何一个公共图书馆里,都有相当数量的中文书。像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。图书馆里的中文书,我根本看不完。很多是台湾出版的。台版书往往更能跟上世界潮流。翻译质量相当好。 更不用担心是被删减过的结本。能在这样的图书馆阅读,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。图片拍摄于西雅图公共图书馆。如果我想看的任何一本书。图书馆里正好没有。 我可以在图书馆网站填一份申请。通常一周左右。图书馆就会想办法购入。送到我指定的图书馆分支。让我可以借阅,也包括中文书哦。图书馆里不但可以借书。还可以借各种电影、音乐的光盘。 我每周都去图书馆,借自己喜爱的CD。开车时听得摇头晃脑。想要什么书,光盘。在图书馆网上预定。一两天内,就会运到你方便的社区分支。自己去取就行。 还的时候更方便。图书馆兴罗旗部。开车经过任何一个点。从归环窗口里扔进去。都不用下车。 我曾经因为写书。需要找美国1920-1970年代的旧报纸杂志。到图书馆本方便就能找到微缩胶卷。工作人员会耐心教我如何查看。拥有借书证,还可以搜索各类数据库。 所以,在美国时,我几乎没怎么买过书,上学用的教科书除外。那种通常在A杯上买二手的就可以,但那却可能是我这辈子看书最密集的时光。 如何避免人民被政客愚弄? 杰斐逊的答案是,公共图书馆。 美国的国父们包括杰斐逊、富兰克林和麦迪逊等人,在建国之初就意识到。美国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。随着时间流逝。民主制度将变得越发复杂。 以至于很有可能未来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搞不懂。 杰斐逊认为,维护民主、防止暴政的最好方式,是让人民受教育。 而人人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图书馆,就是利器。任何人应该可以免费阅读书本。增长知识。 从而不亦被愚弄和操纵。 杰斐逊死后,将自己的全部藏书,捐赠给公共图书馆。 公共图书馆系统遍及全美每一个社区。无论如何偏远。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。运营费用由公共财政负担。像纽约、波士顿、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。 每一两公里,范围内必有一个分支图书馆。城市面积为142.5平方公里的西雅图。 还没有北京海淀区那么大。却有新逻旗部的公共图书馆系统。 橙色为大型图书馆。蓝色为中等规模图书馆。紫色为小型图书馆。按人口计算。 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。这个数字是中国人均拥有量的46倍。 62%的美国人,由社区图书馆届书正。每年光顾公共图书馆达11亿人次,这远高于观看体育比赛、听音乐会,以及参观博物馆的人次总和。 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。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。这个数字是中国人均拥有量的46倍。 2009年,白延松曾访问波士顿的一家公共图书馆。 馆员告诉他,我们有针对婴儿的项目。有针对学前儿童的项目。针对青少年的项目。 我们有讲故事、读书课、放电影。也有木偶戏、手工课、写作等等。我们开设各种各样的课。取决于孩子的年龄段。这些项目可以让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互相认识。形成社区。 白延松还提到。在图书馆里。任何人都可以查到过去,每一年该市的财政预算。看到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的。后来我走了三十几个国家。每到一处。都很有兴趣,去当地图书馆看看。 越发感觉到。是否有好用、方便的公共图书馆系统。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之一。发达国家的公共图书馆。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入。 我出外时,经常会到当地图书馆蹭WiFi。只有借书时才需要借书证。而且借书证的办理完全免费,十分方便。几分钟内就能办好。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。早在殖民时期。北美就有不少小型私人图书馆。拥有者通常是牧师和教会。所谓小型。市制藏数量在两万五千本以下。 美国人公认最早的公共图书馆。于1854年建于波士顿。他在开馆公式中明确提到,知识量与正确的思维方式,有关。受过教育的公众。视为护民主体制的根本力量。每个公民都有免费获得社区资源的权利。 1876年。美国建国一百周年时。美国图书馆协会,在费城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。参与者是大约一百位图书馆管理者。其中还有十三位女性。 最年轻的参与者,是年近二十五岁的麦尔薇杜薇。目前图书馆使用的杜薇分类法,就是他发明的。 他的主张是,以最低成本让最多的人得到最好的阅读。 1890年。他被选举为选美图书馆协会主席。并开始对图书馆进行标准化设置。这就是现代图书馆的开端。今天图书馆的几乎每一个方面,从如何对图书进行分类到图书卡的大小和边缘长短,都反映了杜薇对标准化和高效率的严格要求。正是多亏了他。 在没有计算机强大搜索功能的早年。读者也可以在图书馆数亿万计的馆藏中,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图书。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高二级。1890-191岁年。北美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巨增。这位女性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,1878年。 波士顿图书馆中三分之二工作人员是女性。大城市如洛杉矶1889年,纽约1895年,新奥尔良1896年,和布鲁克林1897年,都成立了公共图书馆。 在公共图书馆的历史上,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,钢铁大王安德·路卡内基。早期的图书馆,主要服务对象是学者和上层阶级。图书馆通常只在白天开放。 而这是工人阶级上班的时间。很多图书馆要求达到一定年龄才可以进入。上层阶级的担心是,普通老百姓,若得以允许进入图书馆,将会损毁书本和制造混乱。 但卡内基不这么认为。他本人就是自学成才,白手起家。认为任何人都有使用图书馆和书本的权利。有人因此嘲笑他是共产主义者,他许诺,只要是政府愿意出人力维护。 他就愿意拿钱出来建图书馆。免费的公共图书馆。是提升公众素质的最佳途径。 他总共出资6000万美元,在那个时代真是天文数字,1883-1929年间,建立了2500零修家公共图书馆。其中,美国1689家。英国660家。加拿大125家。还有一些在澳洲、新西兰等地。这一举奠定了遍及全美的公共图书馆系统。那可是一百多年前啊。 今天的美国富豪们,也延续了这一传统。例如比尔盖茨基金会。就为全美图书馆,捐建了大量计算机及网络设备。离开美国时。 最让我舍不得的,就是公共图书馆系统。回国后,看到许多好友每年耗费巨资购买图书。看书是很爽。搬家时很头疼。我总是觉得遗憾。 好书最好的去处是,被流通,让更多的人能阅读。而不是堆积在某个书架上沾灰。不是吗? 好习。 好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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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乳。 好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